大巴风灾之后呢 高雄县桃园乡的居民 那么被分配进了这个军营来居住 不过现在传出了一名女子 在睡觉时擦顶遭到母亲同居人的性侵 那么这一名这个同居男子呢 目前已经把他分配到别动去居住 但是主要问题来了 那么当初军营在分配住所时 是以户为单位 所以说是一家人挤在最后一个房间 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同一户 是不是实质上的配偶 衍生出来复杂的关系 还有安全上的问题 凤雄营区内传出的女子 被母亲的同居人伸出了狼爪 三清半夜 趁着女子睡觉的时候 硬要把她的裤子脱下来 最后女子拼命挣扎逃过了一截 事发后社工把这名伸出魔爪的男子 隔离到别动的住所 同时军方也在居住的空间 用木板加定情格间增加私密性 没有办法 因为房设没有办法一户一间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人住一间 就是一户 就是说我这户如果住一间的话 就不会有侵犯到别户的 不过问题是社会处分配居民的房间 以户为单位 形成了夫妻小孩 全都挤在一间房间 加上是不是实质上的夫妻 有时候很难辨别 因此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户籍上的话 基本上都应该是夫妻没错 那就是临时来的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 譬如说我是 我是你的房友 会有这种很多情形 有可能 目前军方和社会处增派 社工管理 至于要如何防范 这类的事情重演 由于营居内的房舍不够 无法父母和子女分房税 最好的办法是永久屋尽快盖好 让居民回复战场生活 才有实质帮助 中间新闻 翁主持人陈胜义 高雄报道